在海上自衛隊的引導下 日本民眾福老稀有全家出動 爭相目睹 總立港邊的鋼鐵巨獸 採訪團隊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日本橫冰的Osenbashi碼頭 那在我的左手邊 就是日本的初雲號準航空母艦 可以看到下面滿滿的排隊人潮 因為今天是日本海上自衛隊成立 70週年的一個慶祝活動 特別開放一般的民眾 都可以登舰來參觀 這次70週年 海上大閱兵 日本廣邀十四國亞太友邦 參與海空分裂勢 以及人道救援演習 在國際情勢動盪之際 為促進區域和平 共同奉獻一己之力 而身為自衛隊頓位最大的軍艦 初雲號將擔任 跨國海軍艦隊的旗艦 一大早開放時間還沒到 民眾就以塞爆現場 排隊人龍蜿蜒曲折 幾乎看不到盡頭 大概快一個小時 終於輪到我們 好不容易走進船艙 滿載排水量2萬7千噸的機械平台 船體空間超巨大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初雲號的機庫 而我們要透過後面的升降甲板 來到上面的飛行甲板 而升降甲板平常是用來載運直升機 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滿滿的民眾 就好像超級巨星 準備登台開演唱會 隨著升降甲板緩緩上升 眼前豁然開朗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日本國造的經典艦載機 SH-60K 海鷹直升機 這個飛行甲板是 反超巨大飛行甲板 飛行甲板是超巨大飛行甲板 而國造軍備更得極力低調 強調防衛特性 降低攻擊性色彩 但近年來在美軍的主導下 這樣的常態已經出現轉變 初雲號非常寬闊著這個全通式甲板 至少可以停靠28架的直升機 而它地上我們可以看到 它已經塗了全新的耐熱塗層 並且有全新的標線 目的就是為了停靠F-35 2021年10月 美軍陸戰隊F-35B 首次在初雲號上面執行起降驗證 讓這艘兩棲攻擊艦 瞬間化身為具有第五代戰機 投射能力的輕型航空母艦 戰力完全跳脫防禦範疇 轉而具備強大的海空殺傷力 畢竟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之下 需要借重日本的軍事支援 共同圍堵中共的擴張 擴軍我覺得日本政府也是被逼的 他們也很無奈 因為你知道軍費的增加 原來是中國他們最近經濟成長比較好 他們軍費暴增 他當然是不能被中國這個發展壓下去 就在日本海上關鍵事期間 北韓接連針對南韓周遭 發射將近30枚飛彈 甚至越過日本上空 讓日本三個縣市緊急發布空襲警報 更別提虎視眈眈的俄羅斯以及中共 大量襲擾日本的海空域 也讓日本政府急於擴充軍事能力 那他們最近要買一些或是發展一些 比如說超高音速飛彈或是虛擬飛彈 就是要想看能不能做源頭打擊 比如說要跟美國買戰斧飛彈 因為他們本來想自己研發自己的飛彈 慢慢研發 但是後來發現可能來不及了 只能買現成 面對鄰近極權政府的擴張野心 幾乎沒有民主國家能置身事外 區域衝突一觸即發 強化軍備似乎成了不得不的選擇 TVBS新聞何佳陽顧上軍橫濱報導